日本女孩不小心撞坏黑道豪车 却被要求用身体来偿还 在神奇的岛国 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例如电影院偷拍属于犯罪行为 成功人事搞外遇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上班迟到碰到路人等等事情 一旦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做出道歉 可能日本人一生说的最多的单词就是对不起 图下作作为日本传统的道歉方式 即无体头级的下跪 用来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 简单的道歉便可以花干戈与玉帛 但总有一些娇生惯养的 或者不知道怎么道歉的人 他们遇到麻烦不懂得如何解决 谢罪大师由此而诞生 专门解决这些人道歉事宜 谢罪中心社长名为黑道 全公司上下只有他一个人 连办公室都暂时安排在咖啡馆 简易的办公可以省下不少钱 黑道也是个比较抠门的人 这一天一位名叫点子的人找到他 说自己是刚刚学完法力的留学生 从小娇生惯养 根本不会道歉他 不小心撞坏了黑道的好车 本可以道歉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由于他的蛮横不讲理 令对方黑道大哥很势不爽 直接把赔偿金找到400万日元 每个月要还12万 利息十天30% 并且还让他签下协议 下个星期开始要去会所工作 用身体来偿还债务 无奈之下他求助道歉大师黑道 面对这种情况黑道丝毫不惊慌 在他看来道歉只要拿出诚意就可以 对方不接受歉意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做得不够诚恳 在见黑道大哥之前 先用石头砸伤自己 搞得满脸都是血 谎称是在道歉的路上不小心摔伤的 即便身体受伤 他依旧要坚持前来 令对方感到黑道的真诚 然后卡在39秒62跪下 自己不能主动抬头 要让对方请自己抬头才可以 如果认为这就了事 那就太简单了 这只是前提条件 后续更加卖力 和对方认识之后 黑道帮助清理大哥的住所 陪大哥上卡拉OK 帮大哥按肩 当一个小丑 逗大哥开心 他的奉献精神 令对方感到优越感 大哥很是开心 接受了歉意 之前的卖身协议作废 只需要支付正常的修理费用就可以 本来需要花费400万 现在只需要支付给黑道40万 即便如此 点子还是穷的拿不出来 只能再次卖身 靠给黑道打工偿还 同时也能改一下臭毛病 他接受了第一件案子 是一个叫找田男人 他是一家内衣公司的职员 专门负责研发女性内衣 由于职业的关系 他看到女人 眼睛会不由自主看向隐私部位 总是给人一种色眯眯的感觉 公司有一名叫做美观的女同事 年纪30多岁的老单身 一次公司聚会上 大家开心地唱歌 那么多女同事当中 找田只对美观动手动脚 事后公司要求他主动道歉 可他却没有任何诚意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直接导致事态严重化 对方要起诉他 控告他恶意非理女性 如此嚣张的道歉 被告也是应该 道歉最重要的就是诚意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一个打低前往道歉 和一个跑得大汉淋漓的 哪一个人给人的感觉 更加有诚意呢 当然是第二者的印象更加好 黑道让找田一路狂奔 约见美观 然后盯着人家眼睛看 更显真诚 和他再次色迷迷地 看着人家隐私不畏 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对于一个生气的人 道歉人说的话 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只想吐槽自己说的话 道歉的一方 认真听完就好 最后使劲赞美 夸赞对方 让他感到开心 很好的招数 被找田玩得稀烂 居然夸人家性感 身材火爆 让人着迷 这不像是来道歉的 更像是一个色狼 经过这么一折腾 事情更加胶着 对方找到非常厉害的律师 此人26岁通过司法考试 在人权领域上 是顶尖的国际律师 很少会有失败的案子 再怎么求他放弃 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打官司 找田必输 事已至此 只能由黑岛亲自出马 想到过这种生活 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普通民众很多的会抑郁 最终会选择卧轨自杀 电车时常会因为 这种事情而污点 于是黑岛趁着有人自杀 正好赶在美观 即将坐的车次 点自甲班路人 在美观旁边接电话 声称死者 是因为骚扰同事 压力过大自杀的 暗示美观 自杀的人可能是找田 惊慌之下 美观决定打地回家 并慌张地按下找田电话 询问情况 就在此时 黑岛突然出现 悬挂在半空中 声称是刚才的死者 因为骚扰同事被告 被逼之下选择自杀 可他并不是有意义的 希望可以道歉 可对方怎么也不接受 还说要化作幽灵 找对方道歉 这番话把美观吓个半死 都已经死掉的人 还要骚扰人家 他哥不想后半辈子 活在恐惧当中 他猛的一回头 发现找田出现在身后 他此次是来真诚道歉的 希望可以得到原谅 经过黑岛的吓唬 美观一点气都没有了 可怕找田想不开自杀 还主动安慰找田起来 他们两个人的矛盾 终于化解 黑岛再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紧接着他们接到新案子 著名男演员光头 和女演员的儿子小全 因为当街揍人被抓了起来 夫妻二人早已离婚多年 郑乔还碰上了新作品的上映时期 如果不能及时解决 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两个人离婚 还不能同时召开记者会 没有办法找上谢罪大使黑岛 记者会要在当天下午7点召开 准备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时间紧迫 他们立马开始了彩排 相对儿子被抓 父母两个最关系的 居然是自己的作品 光头首先做出道歉 回应大众 没有想到的是 他一副开心的样子 特意邀请新女友 在台上嘻嘻哈哈 没有丝毫道歉态度 连道歉稿子都像演讲一样 交代流水就完事 没有真诚 表演也是过于浮夸 简直就是把电视剧的表情 照搬了过来 让人看到之后很不爽 但光头对自己的演技 很是自信 不承认他们的批评 由于他的不听劝 事情逐渐失控 正式记者发布会时 光头全程僵尸脸 没有丝毫表情 把受害者的名字都念错 喝水师秒辨斗鸡眼 麦克风拿着像绕车歌手 终日体育报 被他说成终日体胃报 不小心爆出再婚的事情 明明是去道歉的 现场搞得非常混乱 光头失败 由前妻女演员上阵 他以新作的华丽形相现身 道歉没有说啥 倒是介绍了不少新作的消息 夫妻两个的神草作 被记者死死抓住不放 追问报看念错的失误 然后光头再次召开 给报看的道歉会 接着又召开夫妻两个人 离婚的缘友会 不断的道歉 不断的澄清 大众都不知道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道歉了 其实这正是社长黑岛的计策 怒气延续一段时间 就会转成快感 没有人会再继续缴缘音 当热度开始降温 才是谢罪的绝佳时机 可天晓得这个绝佳的时机 被他们儿子小圈给打破 关押一段时间后 小圈重新走出警局 一大群记者将他团团包围 这小子没有悔改 还很张狂 衣服上写着暴力之词 虚假的态度 再次引起媒体的关注 焦点重新回到小圈打人的时间 发展这么久 点子很是疑惑 最应该接受道歉的人是受害者 为什么要向大众不停地做出解释呢 他的一番话典型了黑道 他立马动身找到了受害者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居然说该道歉的是他 当晚他喝了一些酒 在大街溜达 无意中碰到了小圈 声称是儿子的偶像 要求拍视频 小圈很是礼貌 真真帮他录下了视频 但对方拍完视频还不依不饶 此时小圈不放 拍他的肩膀 即便骂小圈是靠爸一族 小圈也没有生气 对方进此状 咒骂起他的父母 说他老爸现如今是个兔子 他的老妈人老猪黄 骂他可以 骂父母坚决不行 在他心中 父母永远是最好的 不允许别人惦恶他们 怒气之下 他抱揍了对方一顿 夫妻让人听到这番话 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儿子 不知道他承受了如此大的委屈 想必小圈心里也很难过 受害者应该是他 作为犯错的一方 最近有男向夫妻下回道歉 结束了这段亲情误会 与此同时 有一段更感人的事情悄然发生 之前的律师找到了黑岛 说自己有一件难言置疑之事 年轻的时候 他和妻子生下一个女儿 当时女儿只有三岁半 他正处于考律师证期间 需要安静的空间去学习 小孩子特别喜欢闹腾 说了一对听不懂的话 接二连三的出现 打扰到律师的学习 他逐渐的被激怒很恼火 终于在一天还是爆发了 赶着去考试的律师 很是焦急 疯狂地寻找着媳妇 打开衣橱那一刻 女儿再次出现 依旧重复那段话 着急的律师 一巴掌打了过去 事后他感到很惭愧 作为一个父亲 怎么可以打孩子呢 在女儿六岁的时候 他和妻子离婚 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儿 直到找钱的事情 找到了律师 他才能见到多年的女儿 他就是黑道的手下 典子 他想和女儿道歉 但不知如何开口 最终也没能道歉 他不知道典子对父亲 记忆有心 这么多年 坚持父亲是半咖喱的习惯 最感人的莫过于亲情 这句话一点没有错 最近黑道又接到一项大人物 著名导演拍摄一部电影 在即将上映时 发现了问题 他们不小心拍到了 万丹国的皇太子 这可是全球幸福指数 最高的国家 他们和岛国联系比较密切 皇太子时常跑到岛国一玩 就是这么巧 闲逛的皇太子 遇到拍摄电影 有一圈人手 把他当作路人安排了进去 在万丹 亲害皇族肖像权要判20年 如今如此 他们还让皇太子喝啤酒 这种行为要被判30年 吃牛肉或者鸡肉 有期徒刑40年 或是枪毙 他们的失误 令万丹国王很是愤怒 对岛国提出了外交抗议 要求做出合理的道歉请示 黑道立马让他们前往万丹 在机场免税店买些岛国特产 他们到来 万丹举国迎接 场面浩大 犹如村长视察一般 面对随意挑选的礼物 他们很开心 感到很惊讶 可当掏出手工娃娃时 大家突然变点 将他们赶跑 回到岛国查阅资料才知道 万丹历史中 曾经爆发过内战 那些援助居民被俘 手脚捆绑 脑袋造扭形致死 手工娃娃感觉是在羞辱他们 所以才会大发雷霆 万丹国王很生气 发表视频表示不满 声称会断绝和岛国的棉花交易 要知道岛国78%的棉花 都是万丹提供的 如果交易中止 恐怕大号创铁会遭到疯强 无奈只能由文化部长出面解决 此人是个憨憨 吹牛大王 之前在万丹待过几年 和国王他们还是挺熟悉的 他扬言 只要他去 事情肯定解决 他的到来得到热烈欢迎 全国为之沸腾 很快和国王达成了协议 两国之间的误会被解开 但以为就此结束 没想到部长刚下飞机 就被记者包围 万丹国王发表了更激烈的演讲 立马终止了和岛国的棉花交易 女性满大街疯狂抢大号创铁贴 一时间引起社会的恐慌 发展至此都怪吹牛部长 当天和万丹和好之后 他们逗留了一晚 部长喝得零丁大醉 醉酒之下摸了皇孙的头 在万丹 只有国王才能摸儿孙的头 连父母都不允许触碰 喝醉他还借酒骚扰皇太子媳妇 企图砸钱邀请妹子开房 在国王画像上涂鸦 短短几个小时 他可算把错翻了个遍 吹牛部长不行 外交部长接受 他的到来遭到孩子的水枪喷射侮辱 4号不把他放在眼里 当车上的神秘人下车之后 万丹全国人民开始疯狂 充满笑容仿佛看到钱一样 这个人就是男演员光头 22年前 以万丹战争为背景的电影 光头主演他们的英雄 电影得到万丹人民的支持 光头更是被封为神 可以像国王一样触摸儿童的头 连国王都对他盛情款待 正在兴奋之余 光头当中跪下道歉 令他没有想到事情再次发生 万丹人民很是愤怒 再次将他们赶了出去 下跪是日本最高级别的谢罪 可在万丹那是用来侮辱人的 文化的差异导致事情越来越严重 连道歉大事黑岛都开始发愁 故事讲了这么多 难道不想知道 黑岛为何会选择道歉大事这个行业呢 黑岛很小的时候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有一次他不小心犯了错误 以下跪的方式得到了谅解 那一刻让黑岛心中 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快感 从那时开始 他身先道歉无法自拔 专门找客服工作给客户道歉 他越发地爱上了道歉 并乐此不疲 改变他人生的事情是在五年之前 一家特别出名的拉面店很受欢迎 黑岛也排起长长队伍 终于等到他时 员工的面汤不显心烫到了他 员工并没有因此而道歉 换作正常人早就不了了之 可黑岛越想越来气 重新返回要求对方给自己道歉 他就在旁边的哈贝馆等着 可等来的却是其他人 面对店长道歉 黑岛并不接受 他要的只是那个员工说成对不起 没有想到连总部的经理都惊动 带着现金给黑岛道歉谢罪 但黑岛还是不接受 拉面店为了令黑岛满意 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谅解 拉面店也因为这件事情而倒闭 黑岛也吸取到很大的经验 世界上一定有很多人像他一样 无关乎赔偿 只想得到当时人一声对不起而已 同时也有很多人说不出道歉的话 如果双方都能坦诚相待 世界会更加的美好 于是乎 黑岛成为了谢罪大师 并把办公室设立在咖啡店 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 他一直在等待当时员工的道歉 那名员工五年以来一直很愧疚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所以找到点子 希望可以转达歉意 但点子告诉他 有一种比夏会更加真诚的道歉方式 那是他很小的时候 从一部电影中学到的 那就是他和律师父亲一直念到的 也aqu нез vapo bo自由agn�정 欧ค起得 报多自由agn now 欧君也波波 自由agn Au 欧君也波波自由伴 时隔多年 当律师再次听到这句话 心中的泪水止不住 留了下来 这句话来源于光头饰演的 万代英雄电影 这句话翻译过来 我以国王的名誉 忠心向各位道歉 正是这句话的存在 化解了黑道等了五年的道歉 也解开了 典子和律师父亲的矛盾 和万代国的误解 也和平解决 故事也到此圆满结束 本篇是日本喜剧道歉大师 电影以几个小故事单独叙述 无意之中 故事中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冥冥之中似乎已经安排好 有搞笑也有感动 令人回味无穷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